本科是播音主持专业 我有做过一些主持类的 然后我其实想要自己给自己买楼 然后就想说去 不如去考个牌 Hello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孟丹爵 Daisy 那我来自于杭州 那我现在呢 是在美联的东九龙区的启德站 我在杭州读的大学本科 是播音主持专业 就是国语的主持这一块 然后读完书毕了业之后 就留在香港工作了 我有做过一些主持类的 就包括一些国语的主持 广告和电影 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契机 就是因为我换了永居身份 然后我其实想要自己给自己买楼 然后呢当时就是在网上搜索了一些资料 有接触到这个地产的这一块 然后就想说去 不如去考个牌 然后自己就 误打误针地进 启德的话 比较注重于一手盘 比较新的一个地区 是未来规划的一个CBT2 很多的内地的朋友 都会过来看这边的楼盘 美联是一家上市公司 是会可以给到更多的信心 然后其次的话 我觉得美联比较年轻化 而且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关于网络互联网的一些宣传 我觉得这方面也是更加的适合我本人 我自己的话也有玩一些抖音啊小红书 还有香港这边的话就会有Facebook和IG 那这个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 然后我自己也会剪辑和拍摄 所以我经常会有一些楼盘的介绍啊 或者是一些像Vlog这样子 然后放到这些自媒体的平台上面 因为我们其实真的也有很多的同事 也是内地过来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更好沟通吧 跟客户沟通 内地的客户会更多选择 因为我们可能无论是语言方面啊 或者是一些文化方面 我们可以更加知道对方的一些需求 港漂基本上都是在香港 已经有过几年的生活经验 我们可能更能跟内地的客户沟通啊 或者说是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港漂的经历 让他们更加有一个信任感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 年轻 热情 对工作非常有活力 不要犹豫 加入我们美联吧